哈囉一亮好朋友大家好 這邊是雲林縣的谷坑綠色隧道 那在綠色隧道的這邊呢 發現了兩顆楊梅樹 那現在呢 這楊梅樹呢都已經開始在開花了 那為什麼 要介紹這個楊梅樹呢 因為我發現這兩顆楊梅呢 一顆這顆現在進口前面 這顆是母的 喔是母的楊梅 那我們再看一下他隔壁 隔壁的這顆楊梅 隔壁這顆楊梅呢他是公的 齁齒熊不同體的 喔你看他的花 這個就是楊梅開公花的樣子喔 楊梅開公花的樣子 他這顆楊梅是沒辦法解果的 這是公的楊梅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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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所以當初在種這兩棵楊梅樹的時候呢 這圓芳這邊應該是有考量到 楊梅的特性 有些楊梅需要 異花素粉就是 公的跟母的要搭配在一起才有辦法 結果 那去年呢我一樣有來這邊 那前面鏡頭這棵楊梅呢去年的時候 是有發現他有結果啦 不過他的楊梅呢是蠻小顆的 就如一般我們說的好像土楊梅那種大小而已 所以他這個楊梅 並不是我們一般說的那個 冬葵楊梅啊或什麼黑炭楊梅那種有品系的喔 那這棵呢去年來看的時候 不知道是營養的關係還是怎樣 他楊梅還蠻小顆的 所以種在這邊呢剛好一顆母的 那那一邊呢那一顆是公的楊梅 剛好搭配成一對 所以當初在規劃這個種植楊梅的時候應該是有 有刻意這樣種下去的喔 OK 那今天剛好在綠色隧道這邊呢 那再來看一下這兩顆楊梅的狀況 已經確認了喔 一顆是公楊梅 一顆是母的楊梅 好雲林綠色隧道 谷坑綠色隧道還蠻好玩的喔 很多攤販 有空的喔 有時間的 也歡迎大家來雲林 逛一逛 我們下次見喔 拜拜 拜拜